女子坐在拼圖店內 突然有人到門口站著不動 仔細一看 這人穿著土地工裝扮 看女子沒反應還左右徘徊 站了至少三分鐘 才轉移陣地 跑到對面透天錯民宅 一站就是數分鐘 讓左鷹大陸附近居民超困擾 你有叫別人一口都有你嗎 沒有 我也是一口都有 人家跟你揮手說不要了 你還站在人家店門口要幹嘛 警方獲報果然在附近店家的門口 找到這一名土地工裝扮的男子 男子堅決否認強迫民眾捐獻功德金 但居民透露疑似有人 給了錢還被罵給太少 因為我有聽說就是有人有給 但是因為給太少還被他罵 大人小孩被嚇到以外 有人投個十塊然後被他飆裹嘛 畢竟這種情侶 大家又覺得不能對神明不敬 我覺得真的神明不會主動跟人邀請 五十一歲陽性男子 六土地工人偶在三路段 住家隨喜功德 已造成民眾恐慌 詢問後代反鎖 勸導約制 警方表示這名男子 日前曾在鳳山出目 屬於私人神壇 並非宮廟人士 以隨喜功德之名 到處花園 已經引發民眾強烈反彈 三連行為